在上期专栏里我们想到了京东的创业历史 也就是京东从哪里来的问题 而想要了解京东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还不能绕过另外一件事 就是京东发展历史上的三次非常重要的融资 和中国很多如今已经特别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不同 京东的创业史一直是非常艰苦的 可以说缺钱是一个默认的常态 现在来看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零售业的天然特点 我们之前分析过零售业的历史 相信你对多快豪省这四次决应该还有印象 实际上不管是沃尔玛Costco这样的传统企业 还是亚马逊这种新形态的零售企业 降低成本让利给用户从来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再加上在中国做电商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这个行业本身资金就非常紧张 亏损也是常态 另外京东起家的时间其实很早 整个风险投资业还没有那么发达 不像现在基金遍地都是 连马云也是被拒绝了几十次以后 才找到了他的雅虎和孙正义 所以无论如何 在中国做电商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对于京东就更是这样 所以现在再来回顾一下京东融资的历史 会格外有意义 今天和明天我们就来说说 京东历史上最重要的三次融资 这三次融资中最重要的一次 应该是京东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融资 很多人都知道 这次融资不仅成就了刘强东 也成就了今日资本和他的掌门人徐欣 2006年的时候 刘强东和徐欣第一次见面 徐欣对刘强东第一印象就很好 觉得他很有诚信也很有报复 心里只想做第一不想做第二 另外徐欣还发现在没有任何大广告的情况下 京东每个月的收入都比上个月增长10% 显然是业务方向做对了 两个人聊到凌晨2点 徐欣直接买了两张第二天上午9点的机票 和刘强东从北京去往上海 这也是今日资本的总部所在地 当然后来徐欣回忆说 这么安排主要是怕刘强东还去见别的投资人 今日资本迅速做了禁止调查 他们访问了几十个京东的客户 反馈是方便便宜专业 还打电话给十个京东的供应商 供应商说京东这家公司拿货不多 但是团队斗智昂扬的 感觉自己特别来劲 有一种我跟你们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当然他们也在网上看到很多骂京东的帖子 比如送货有点慢 东西到了都磕坏了 或者一些售后问题等等 徐欣觉得这恰恰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最终拍板投资京东 当时刘强东希望融资200万美元 徐欣说200万美元哪够啊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要舍命狂奔 迅速做大成为第一品牌 这样其他家就没机会了 所以你需要1000万美元 估值是刘强东订的 徐欣马上就答应了 价都没还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种听起来有点传奇的故事 在京东后来融资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次 那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很有意思 在找上今日资本之前 刘强东曾经向国内一家民营企业 融资500万人民币 当时这家民营企业先给了100万 但看京东总亏损 所以就想撤资不投了 今日资本听说这件事之后 把京东和那家民营企业的协议里面 有特别不合理的条款 就像有炸弹一样 威胁到今日资本 所以提出来要看一看协议 结果明明很缺钱的刘强东 拒绝了这个要求 因为他说他们之间有保密协议 徐欣后来说他特别倔 人家都违约了 保密协议还有什么效力 后来他们猜测 可能京东和那家民营企业签的条款 很严苛 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 今日资本不看那份投资文件了 让律师来看 律师只要告诉他 协议没有威胁到今日资本的炸弹 双方就能签约 最终律师说 没有问题 今日资本马上给京东打了200万 其中100万就是还给那家民营企业的 剩下一百万元用来发工资 因为当时京东真的很缺钱 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但即使这样 刘强东还是恪守了他的承诺 这次融资奠定了京东快速发展的历史 也奠定了刘强东和徐欣这对好搭档 日后徐欣对京东 在几次关键节点上的帮助都很大 某种程度来说 京东不像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阿里 美团甚至腾讯 滴滴一样 每个CEO身边都有一个蔡崇信 甘家伟 刘志平和柳青这样的人物 京东一直都是刘强东一个人的公司 而徐欣在很大程度上 就扮演了他的蔡崇信 另外在当时的投资协议里 双方还有一个激励条款 就是京东未来三年做到某个目标 就可以给高管团队发放期权奖励 当时今日资本找到刘强东 做一个三年的业务预测 刘强东发来传真说 2007年销售额目标3.5亿 2008年10亿 那当时2006年京东的销售额是多少呢 只有8000万 结果今日资本的人看到这份预测就说 你在逗我玩吗 结果主动降了数字 要求每年增长一倍就可以 结果呢 京东2007年实际交易额是3.6亿 2008年是13个亿 刘强东对自己业务的把握 可以说非常准确了 2007年8月28日 京东和今日资本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今日资本投资1000万美元 那个时候 他们注册的用户只有10万人 月消费用户只有一万 哪怕在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小虾米 但拿到这笔钱之后 尤其是结识了一个 可以一起走很远的战友之后 京东终于进入了火箭般发展的轨道 对于一个好的投资人 能给公司多大帮助 徐兴和京东又是一个好例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讲一段小历史 刚才我们说京东历史上 很长时间都很缺钱 2008年算是他们最危险的时候 当时今日资本投资了之后 京东发展很快 但是钱一直不够用 结果2008年去融资的时候 正好赶上金融危机 结果本来京东要价2亿美金估值 之后一路下降到1.5亿美元 1.2亿美元 1亿8千万 结果降价到6500万的时候 有一家著名的基金有一些兴趣 后来又砍价到4500万美元 答应投资京东 但是徐兴给刘强东打电话说 虽然这个价格不好 但是你第一次创业成功非常重要 不如就接受吧 结果呢 当时雷曼兄弟宣布破产 天下大乱 这家基金直接把估值 砍到了3000万 当时徐兴一下就生气了 觉得3000万简直是不尊重人 让刘强东直接拒绝了那家基金 自己先给京东带了几笔款 先暂且渡过难关 但是拒绝归拒绝 融资还是要继续的 2008年11月的时候 今日资本召开年会 请了自己的各种LP参加 还让刘强东在台上演讲 介绍自己的企业 当时刘强东引起了 亚洲知名的投资家 香港百富秦创始人梁博涛的主意 于是徐兴立刻引荐刘强东 在晚宴的时候 还特意安排两个人坐在一起 结果呢 梁博涛非常认可 刘强东的人品 热情和战略眼光 拉来了自己 在熊牛资本的朋友 一起来做进制调查 一起投资 最终 徐兴的今日资本 又出了800万美元 和熊牛资本等 其他几个投资人 一起凑了2000万美元 投给了当时困难重重的京东 最终 这笔交易 也成了这几家基金 回报最高的一次投资 而徐兴和他的今日资本 绝对功不可没 那我们今天讲了 京东第一次拥抱 风险投资机构的经历 也是刘强东 遇上台一生 最重要的事业伙伴之一 徐兴的过程 明天我们会继续讲 京东后两次 非常关键的融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